所有的过劳死 压力大死的 都不是肝脏 大家都以为是过劳死是爆肝的 不是 都是中风死掉的 你比如说这样一个小朋友 二十几岁去打电动玩具 连续二十四小时或四八九十五岁 不睡觉 那是中风死掉 我一直以为说工作 一直说那个险金 今天下午六点 晚上十点 超市现在有健康 吴凤你在土耳其坐健身的经验好吗 我对我老师有点不太好 因为在土耳其第一次 也是那个我被骗的时候 十七岁 十七岁那个晚上 我的踢足球很累 真的脚很痛 然后我觉得早上我要到taxi比较好 然后我先到巴士 然后过去我要去的地方 伊斯坦堡 然后因为我要搭船 所以船是大概两百五十公尺 就是外面 就是两百五十公尺 我觉得因为我还有那个行李箱 很重 我觉得还是打taxi 因为太近 就可能是一百块左右 我搭taxi 然后呢我跟大哥说 大哥不好意思啊 我要去对面的船 他砍得出来啊 他说 你不觉得很近吗 很就是 态度不好 态度不好 你不觉得很近吗 我说大哥很近 但是因为昨天晚上 我跟朋友一起 就运动 踢足球 我就很痛 OK 他开开开到那个船旁边 他说我看到一百二十五块 他说两百五 直接说两百五 还有呢 十七岁 这是一个手术的男生 就是觉得很怕 因为伊斯坦堡是有两千万个人 我会怕 因为我们每天看到很多鲍鱼 你自己都会怕 会怕啊 会怕啊 他跟我说两百五十块 我妈想找两百五十块给他 我给他之后 他跟我说 这个OK 就是因为回教徒嘛 他会觉得 我不会骗你对不对 你要原谅我对不对 我就对 他也打个一个原谅你了 他还骗人这个事 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后来呢 他就是拿我的两百五十块 我拿我自己的心里 全部都是自己拿 他都没有帮忙我 他开过去之后 我所有的土耳其话的章话 都骂出来了 就全部都骂出来了 但是没有办法可以跟他吵架 他会 一定会就是 一定会生气 还是会打你啊等等 会怕 另外一件事 最近也是两年前 我是一样打taxi 土耳其因为太大 他先问你 不好意思大哥 从哪一条路过去 这个就是一个 算是一种险境 如果你是那边的人 在地人 你可以跟他说 我是ABCD 很清楚 他说你要哪一条路 你那个 收出来的时候 最快的那个 啊哈 就完蛋了 他知道你不是那边的人 一定在国外也唱的 OK 他开开开开 一直开 我说大哥还没有来吗 他说快快快 我们到了 大哥是这里吗 这就这里 我看我的地址 大哥不是这里啊 我刚刚说的地址 不是不是这里 他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我讲土耳其话都听不懂 我在台湾遇到过这么多司机 说完来都没有一个司机 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你的国语 在土耳其 我母语是土耳其话 他说我听不懂 好伤心啊 因为你有很中的台湾人 那个扣音啊 你叫台湾扣音的 这时候觉得在台湾还是挺好的 台湾真的很好 我可能第一次我们就认识 他就来来来来来 第二次他就 欸 玛丽特又碰到你 我说欸 对哦 他说哇 我们两个真的有缘分 他说第三次我碰到你 就不要钱 给我你的电话 对 尤其是可能大家在电视上看过我们就会觉得说就是自己人的啦 然后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招待 而且呢 其实台湾的计程车呢 我上面会有介绍 你怎么样可以坐不用钱的机车 什么可能 首先要一点 先点歌嘛 然后唱歌 而且喇叭在车外 比如说我唱的时候是大部分都看到 好尴尬哦 有什么好意思 然后如果你猜歌名猜歌手猜中还有钱 什么钱 怎么奖赏 从十块钱到一百多有 就是看你的车支多少去折扣 然后还可以 司机放的歌你会唱坐车不用钱 你都应该考那种土耳其 土耳其 忐忑或什么的 不会啊 假的啊 你会不会唱 如果还不会唱 越来越代表我的心会不会唱 可是问题是 是歌词要一字不漏这样记得吗 不用啦 会唱就可以了 有时候唱两季我就不收钱了 哦 你车上是没有那个设备的 还是有那个设备 是有卡拉OK设备啊 你可以点歌我马上放给你唱 哎呦 司机我们那个下通告我学到今天唱 从现在开始要多一条了 只乎我是外国人的话 会讲台语坐车就不用钱了 漂亮啊 真的是帅哦 这样 一堆都要讲台语 可以看电影看电视台 免费上网还可以充电 可以看live球赛 这是我要问的 这样你有赚钱吗 如果你让大家都免费 你这样子成本很高 不会不会 客人通常都是又唱歌又给小费 哦 开心 那会不会有这种真的就是不付 就是反正你说我免费 那我就免费啊也OK啊 当然有啊 每天都会有啊 你会臭脸吗 不会 当然不会 那很好 很开心欸 难怪是开心又免费 像我如果坐到这种建车 我有一次真的曾经坐过一台建车 它上面有一台电视 然后一上车他就开始放 一整张王菲的KTV 然后呢 我就开始嗨了你知道吗 开始唱 然后我大概唱了两句 我还忍不住我问他说那你有麦克风吗 他还说没有 他还觉得我唱我八天说没有 我说没关系 然后呢后来其实我从那个地方到我家 是有两个路线可以选的 一个是比较快的我知道 一个是要绕一点路的 他说那小姐你要走哪一条 我说我要走远一点 因为我想多唱两首 哇塞 所以很喜欢唱歌的人坐上这种车 会真的非常开心啊 你要找什么 还有你如果我放的歌你不会唱的话 你自己唱自己的歌也可以打折 唱国语歌打九折 唱台语歌打八折 唱日韩打七折 你会打七折 你一定要打到你骨折 你有英文歌吗 有啊 英文有没有英文 有凯蒂佩瑞的 有Lady Gaga的 有Lady Gaga的 阿塞的也有 什么都有 我还没有被打枪 客人要求 放那一首歌我还没被打枪过 Frank Sinatra有没有 都有 你只要讲得出来 我一定放得给你 你车子很重 因为器材很多 你还好 你还好 如果比如说今天是 比如说蔡依林 还是什么歌手坐上你的车 那他是只能唱到自己的歌吗 唱到唱谁的歌都可以了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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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 我要跟司机说 谢谢你们 嗯 哪里哪里 不用客气 我前几个月 我的手机掉了 iPhone iPhone掉了 嗯 他们送到 然后 就是有一个 警管吗 警管 对 然后我去拿我的手机 这真的很简单 对 然后我就看看想起来了 然后因为我都没有碰到这个司机 因为我那个时候刚才在买了 新的吗 对新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想起来 我就觉得 我跟我所有的朋友讲 他们都不相信 因为在我们国家是不可能这种的事情 有可能可能 比较少 比较少 真的比较少 还好你在这里讲了 因为呢 其实 你应该要多感谢他们 因为 这边就有一位司机大哥 也是做了一模一样的好事 对 结果让整个台湾呢 都出名了 王大哥 王大哥 阳明海外包扬不断 因为他多次送回客人的遗失物 有送过什么 会让阳明到海外去 寒寒的手机 寒寒 寒寒手机 那就是你啊 对 你真的很有名 因为那篇文章啊 其实不管是在微博 太平洋上的风 或是Facebook上 大家都流传的很厉害 你先靠本人 你是名人 不敢 所以你是一直以来都是 比较实惊不媚 或是都会把东西送还回去 对 因为我认为 这东西不是我的 今天如果是你掉的手机 你心里会不会挤 对 对不对 如果你剪刀 你会不会还给别人 如果你知道那是辣豆的 你剪刀会不会还给他 哦 不会 认识认识不算 你要先还给阿肯 你有想到说 比方说还手机这件事情 会引发这么大的效应吗 没想到 当时没想到这么多 只是想到说 客人疑似手机 他一定会急 手机是小事 里面那一些资讯 那些资料才重要 对不对 所以当时捡到寒暗的手机 也算他很幸运 因为他从WU饭店坐我的车 先到宋江路的长荣桂冠 跟一个朋友会合 然后再到阳明山中山楼去 下山之后 我连续又载了两组的客人 结果我回到WU饭店去排班 听到我们站务在讲 刚刚有某位司机大哥 载到了去阳明山的 那客人手机掉在他车上 我一听 这不是在讲我吗 我赶快回车上去找 刚好在那个椅背 跟椅座的中间 夹缝那边 对 刚好在夹缝 也是iPhone的手机 我一拿出来一看 我把它开机一看 简体制 我认为应该是那位客人的 我就赶快请我们站务 送到那个WU饭店去了 结果他们跟我要电话 后来海岸有打电话给我 他说要当面谢谢我 要仇谢我 我说不用啦 我知道手机 一定会交到你手中 而且你有跟我说谢谢 这样也就够了 对啊 因为让你知道说你的手机 你失去的东西 你早回来了 你会很高兴 是 那我感染了你这份喜悦 这样就够了 是 刘大哥 你厉害在什么地方